嗨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德宏 那因為這次我要想一下 為什麼我跟焦點的關係 因為其實這真的也是很 很源濟會 因為其實我加入福清團 也是這個原因 其實我跟大家可能不太一樣 我以前唸書的時候基本上是沒有參加社團 偶爾打打籃球 那個參加社團 參加系上的籃球社 那之後呢 我就繼續唸書 然後掌上台下土木研究所 之後就出去工作 但是我工作的時候突然有一天 我發現了一件事 為什麼我工作這麼的無聊 我每天唸書到底是做什麼 然後我就決定再去唸書 真的真的真的 我就又再去唸書了 所以我就去唸了EMBA 但是在EMBA我真的遇到一個 算是我人生上的貴人 就是一個算是 也是跟月亮很熟的一個人 叫Wilson 那他帶我進入這個福清團 那進入福清團之後 我的人生真的是完全不太改變 那這是我在福清團之一 那我是三四八年地區福清團的前團長 那其實我的福清之地很淺 就是只有三年而已 今年是第三年 那我在去年當團長也學了很多的東西 那接下來就開始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福清團 這個可能有點沉悶 但是就是基本上 這是福輪社的一些介紹 那福輪社他是有一百年的歷史的 國際性的一個 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社團 那他是非宗教非政治 那這位就是創立者 他當初也是基於一個 他說他本身是一個律師 然後他就是有一天他就想說 為什麼我的工作沒有辦法 受到大家的幫忙 沒有辦法認識更多的朋友 所以他在這個時候 他就找了四個好朋友 一起成立一個福輪社 那這是全世界第一個福輪社的來源 那福輪社的宗旨呢 就是彼此之間職業互相交流 所以即便到現在我們台灣的福輪社 他們開會的時候 例如說一個福輪社的社員 假設有三四十個 他們某一個工作的社員呢 不能超過一定的比例 例如說三個或四個 因為這樣子 怕互相會競爭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就是說 兩百個國家可能有 三萬多個福輪社 一百多萬個社員 這是全世界互相的扶持 那至於台灣的部分 台灣第一個福輪社是 台北福輪社 那像馬英九啊 陳偉扁啊 蘇貞昌啊 或者是黑幼龍 都是我們福輪社的社員 那台灣的話 被分為七個地區 那我本身的三十八零地區 就在台北市的這個 南邊那個小小的這個地方 那因為台北市的福輪社太多 就被分成兩個區 那福清團呢 是福輪社的 它福輪社有五大計畫的 第五個計畫 新世代服務的其中一小環而已 所以大家 覺得福輪社或福清團 其實不要把福清團 看得太太嚴肅 或是太太貴氣太什麼 那福清團基本上就是 福輪社所資助所協助青少年 所提升它自己 例如說領導能力啊 或是各個方面的一個計畫 那它有分福哨福清 Ryla跟YEP 那這是我們福清團 在全台灣的各個分部 那3520地區有49個團 然後我們三十八零有34個團 那其他地方比較少 那三十八零地區 全台灣第一個福清團 就是西門福清團 那我們文山團的話 大概是 在三十八零地區排第七個 那這是三十八零地區福清團的一些分部 那我在上面有寫 例如說台北團 東海團 客家團 為什麼顏色會把它 標示的不一樣 原因是因為 台北團是 以 英文為主 他們的開會 全部是全英文 那東海團是全日文 客家團是 客語 但是大家不會講客語 所以 所以只有 只有在介紹的時候 就是這樣 然後後面都是中文 那其他有些是因為經營不良 就是導團 那所以福清團的話 也是基於福倫社的其他四個計畫 因為第五個計畫是新世代 我們就不用有新世代 我們就是團務、國際、職業跟社福 那我們的年度 是從每年的七月到隔年的七月開始 那我們這之間會做什麼事呢 就是說 我們會有就職 一開始會有就職 然後後面 公司訪問 公司訪問就是 我們會有分地區跟每個團 那我們團 例如說我們團 我們地區有二十幾個團 還在運作 他們就會互相之間去 他們就會去協助我們團 因為有些團運作狀況可能不好 有些團好 那就是互相做一個交流 那我們團最大的四個呢 就是有就職 有生活營 回訪跟受證這樣 那我們辦立會的話 其實就跟現在辦活動一樣 大家有每個主委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團務服務的話 就是就職 生活營這些之類的 那我們會去唱歌啊 然後也有正式的開會的流程 那這是四團一起合作 那這中間那個黃色衣服的就是我 那也會有 這是福倫社的社員 會跟大家分享 他們的 他們在現場看的一些結果 然後給予我們指導 當然也有一些免不了喝點酒這樣 那職業服務的話就是 我們職業服務 有些時候我們會去 去參觀其他的一些工廠 那有些我們也會去參加 我們比較沒有辦法去參與的 那個大公司的 大公司我們去參觀 例如說 這個是 我們團員自己互相分享 他自己的職業是什麼 這是去年辦的立會 我當團長那一年 那這一年 這個比較特殊 這個我們去參觀 偉來電視台 偉來電視台 他就開放了三個 我們十個團一起合作的一個立會 然後他開放了幾個一些攝影棚 甚至讓我們進去看他的主控室 你就看到很多的電視在上面 然後你還可以跟他們 說 欸 說 hello 然後他就裡面的人 說說 hello 揮手 然後你可以在電視台上看到揮手這樣 這很酷 那 像這個的話就是我們去參觀 手信坊的工廠 然後還有去那個玉兔的工廠 然後還有去那個玉兔的工廠 那國際服務的話 我們文安團 就滿多團都有姐妹團 因為那個福倫社福金團 是一個國際很大的一個社團 所以他彼此之間會互相的就有 像我們自己本身呢 就有日本的崔田的姐妹團 那我們每年會互訪 那像這次去年他們來我們這邊 他就送我一個很大的一個娃娃 然後我們兩團都互在上面畫圈 畫完圈之後互相交流 然後唱歌 然後分享 我們去年的題目是長長久久 然後唱歌啊 然後 這次其外就是說 因為福倫社是一個國際的社團 所以說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就是APRC 亞太福星會議 那他就有這個 第八屆呢在菲律賓蘆 第九屆在那個 泰國 然後這一次呢在台灣 其實很多東西上網 大家可以查一下 那這是我們 因為做的事情真的蠻多的 你只要不斷的投入 在裡面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 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那這個是我們也會辦例會啊 找一些 呃 小麻痺 欸那個是 對小麻痺的 那個患者 他來自 他一個唐老師 他非常的 對 生命非常有熱情 那 至於加入福倫團有什麼權利跟義務呢 就是說 品性良好 18到30歲之間 然後 每年只要24次的出席 然後出席率到60%以上就可以 那 因為 你加入團員的話 因為團員是 團上是福倫社補助的 所以說他可以 嗯 他每年有經費 然後你可以去辦活動 然後你可以去 像我們去參觀一些 什麼的話 都是有福倫社補助的 所以你本身自己只要繳少少的團輩 就可以 學得很多的東西 那你除了就是 比如我們來就是 學習 交朋友 然後做服務 學公益 長知識交朋友 然後你有獲得 仇辦活動的能力啊 組織能力 還有更穩健的台風 還有 學習領導跟被領導的機會 那 加入福倫團的話 又有很多的 立會 會議可以參加 立會福倫會議世界年會 然後還有有趣的姐妹團 我覺得最好的 對我個人來講 最興奮的就是說 我們可以認識很多 亞太地區 甚至國際上的福倫團員 像日本的崔平田團 像我這次在 亞太福倫會議 我有認識的 日本團 那個 其他日本團的團員 他們就很酷 他們晚上都不睡覺 到處到各個團裡面去喝 各個團大家的房間去喝酒 然後還有 還有香港團的團員啊 或者是 好像這次APRC的小姐 她就是一個 太古的 model 對 非常漂亮 你也知道 所以 這就講一下 未來掌握在這 如果我當初沒有做那個決定 沒有 真的去 參加這個福倫團 我沒有辦法認識這麼多的 朋友 那麼多 像我也沒有辦法今天 站在焦點這邊 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所以 30歲的人生 我真的勸大家 拜託 我已經30歲了 請大家如何過 請大家自己多 對 我也自己負責 OK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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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放五分鐘的QA 我們來放五分鐘的QA 我剛剛那個 是 泰國model 是不是 泰國model 是泰國model 金金 這裡我幫你找一下 有圖有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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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會不會被寫過可惜 沒關係 沒關係 大家都跟他很好 好 穿一下 還不錯 還不錯 當然啊 不錯 不錯 我覺得很好玩 因為你可以看到 他們的妝都跟我們不太一樣 然後 動作或什麼都不一樣 對 去年去泰國的時候 還有看到人妖耶 超胖的 然後就在那邊 跳 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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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們這樣出國 無費 就是 他們有補助一些 有幹什麼 呃 他們去年去 我們今年 因為在台灣 我們就沒有 喔 所以 如果是出去 如果 你可以專案跟 浮人社申請 那會過或不會過 就是看每個人 設 他們現在的狀況 通常都會補助 所以只是部分補助而已 部分補助而已 有些是 有些是 有些是全部補助 有些是部分補助 有些是部分補助 有些是不補助 有些是不補助 所以這不一定不一定 但是看他募收當初 當年那個社長 他 有些可能是社長自己 就 卡我們掉全部 哇 這麼好買 太強了 所以 不好意思 所以 台北有可能是 他主要 國外的 分序 主要是 跟日本 或是亞太 其他國家的 那個 分射交流 台北 福倫社嗎 對 台北福倫社 呃 因為福倫社的部分 我不是很清楚 對 福倫部分應該是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 但是他應該會有很多外國人 因為他們是 唯一的一個英語團 所以他們 很多外國人來 他們自己 今年度的社 的團長 就是一個外國人 一個黑人 對啊 所以他們 你們會有很多機會 跟外國人交流 所以 就是沒有限說 以亞太派 或是 其他地方 比如說 歐美 歐美 亞洲的還是 比較多 有 今年威力 今年歐美的就不多 然後今年韓國人都沒有來 不知道為什麼 你說亞太福慶會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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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交流那種現象嗎 還是說 在泰國就有韓國人 對 舉例一些這樣交流 就是這樣 因為他在歐洲有分次 很能算 對不對 所以你在歐洲 沒有認識一個福倫的 國際 國際福倫他全世界都有 對 但是他 不是說專屬於誰 例如說台北福倫 他就指在 應該就是台北 例如說我們是文山福倫社 他就是在文山 台北 台灣的3480地區的某一個福倫社這樣 但是你可能是跟 美國或是哪個地方的某一個福倫社 是可以做交流 或是做姊妹社 對 不然這還有 啊 其實有點不太懂 福倫社成立總值 就是為什麼會這樣 騙護全世界 到底福倫社 還是搞不開心 到底 就是核心中指 核心中指 他的核心中指其實是 職業啦 職業 但是他後來 因為他一開始就是職業互相交流 就是互相 例如說 呃 我今天是律師 他是醫生 那我們這樣之間要互相介紹 工作啊 或什麼 那一開始是這個 然後但是他又 又可以交朋友 但是漸漸他就發展出來 誒 他們都是有錢人嘛 大部分都有錢 所以他就又 做社區服務 但現在的話 感覺服務這一塊 變得比較大眾 變他們主要 所以他們會去擴張 這也是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就討論福倫 啊好 那個交流這種 比較算是抽搖比較難想像 跟具體的講說 是只交流生活嗎 工作嗎 就是學術背景 可以稍微具體 呃你是說我們本身 團圓之間還是說跟國外 先自己好 先自己啊 我們自己的話 因為團圓之間會 呃 除了聊天 那我們開 開會嘛 我們開會 比如說團圓的職業分享 但是因為有些都很熟的啦 所以 呃 團圓分享 就 呃 該怎麼形容 他會偏向職業的分享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大部分都是 像在交朋友這樣子 對 那請朋友加入的話 會不會很大 不會不會 我們因為 包容性很大 這就是一個我們團 團 團就是每個人加入就是那個狀態 就是 不好意思 像我當時加入就是所有人 我也都不認識 那他就是慢慢 大家都會去 大家都有這種自覺 就是說 我要去新的一個人來 我就要去多跟他聊天 多了解他 然後 看他的狀況怎麼樣 啊如果當然他如果品性良好 然後有願意加入福星團 我們就讓他 讓他加入這樣 請問什麼呢 什麼交通簡訊的 等一下 如果說他如果來 他是有 他是有什麼別有目的的啊 請問有被趕出去的案例嗎 趕出去的 比較少 通常都是自己 退出 就是他 待一待他覺得 他的工作 他覺得他工作很忙 或是什麼 他沒有辦法再繼續 待下去 不好意思 大家沒有辦法去 待下去所以就 掌聲謝謝等候